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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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講到這個share memory 最後下課前 有些同學還稍微再問一下 所以我們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說利用一個buffer 這是一個標準的share memory 這個例子 寫一個program的話 就是像這樣是一個寫法 那這邊share的我們說的 那個memory content 那塊空間什麼咧就是指的就是那個buffer 這個array的部分 然後我們說我們就個別 producer跟consumer 個別用一個pointer memory address的pointer 來操作跟使用這一塊 記憶體空間 那上次忘了提醒大家 這個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說怎麼樣可以讓 這兩支程式 不斷的輸出跟不斷的輸入 就是我們必須要reuse這個buffer 空間 所以這是一個circular的buffer 也就是說 當你寫到最後寫完的時候 你會回過頭來 然後再繼續寫 上次忘了提醒大家 這是circular這件事情 不過大家看到code應該也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都有mod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會把它折回來 所以你會看見為什麼我們可以 會要用mod 然後加完1之後我們也都會去 所以它做mod的動作 因為它是一個circular的buffer 那這個buffer的使用我們說 share memory programming很方便 你可以看見都是用一個 variable對不對 然後透過pointer來做操作 那它的問題是programmer必須要負責synchronization 所謂synchronization就是要make sure 這兩個程式在互動的 共同使用這個memory空間的過程中 不會造成你在programming上面的一些 執行上的錯誤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什麼是錯誤咧 就是說當buffer如果是滿的的話 那producer不能夠繼續再produce 因為它會overwrite 還沒有被輸出的資料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的programming上 我們認定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那你要能夠去detect它 你就必須要一些機制 那像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機制是什麼咧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condition 能夠去描述什麼時候buffer是滿的 這件事情 所以那我們有in跟out 這兩個變數是大家都知道 而且是共用的 所以說這邊對out加1的時候 這個程式它也知道out的值是被加1的 因為是share的variable 所以說什麼時候會滿 就像這邊例子看到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稱之為滿了 那所以說in的值加1會等於out mod again 因為circular weight 你要考慮到如果是最後一格的話 那可能會折回來 那你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 為什麼說這樣就滿 其實實際上沒有滿啊 這還有一格啊 可是滿的一直都不能寫了 為什麼不能寫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只用in跟out來做判斷 所以萬一我真的把它寫下去的話 那你不就變成一個真的是滿的 而且in的值又等於out 那這樣的話就跟下面很明顯的 如果整個buffer是空 in跟out的值是相同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 允許它把它整個寫滿的話的問題就是 那這個condition 你沒有辦法判斷到底buffer是滿還空 所以這就是一個同步上的問題 這樣就不是一個正確解法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個事情 我們才犧牲掉了一格 當它只剩一格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先定義為滿 那空就不用講 當然就是像下面的例子來講 所以你就可以看見我們這個wire loop 這個其實就是在做synchronization的動作了 因為它就在同步化 它要配合 有一個人如果拿掉他的wire loop 或是他這邊寫錯了 他沒有加1 大家可以想見這個整個會亂掉 對不對 其實buffer是空的 你也在output裡面的值 那裡面的值是舊的值 所以是錯的 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塞這兩個condition在裡面 其實就是為了要做同步化的事情 所以這share memory programmer 就是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後面這就很street forward 就只是兩個process 怎麼去使用這一個 memory這個空間的問題 那我們把它定義成一個integer array 所以就代表我們是在programmer 是自己決定怎麼去使用這一個 memory空間 它可以是一個integer的buffer 也可以是一個floating point的buffer 不同datatype by數不一樣 所以你寫的位置也會不一樣 這些 全部由programmer自己去處理 好 可以 所以這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share memory的programming 會遇到的一些基本的問題 那我們後面這個synchronization的章節 就會特別介紹怎麼樣用locking的方式 可以讓你所有的這些空間都使用到 不像這邊會犧牲掉一個memory的這個空間的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producer and consumer 你不要看這個好像很簡單 其實在我們的電腦系統裡啊 非常多是這樣子的問題 大家很簡單的去想 因為我們說系統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你們在就算compile程式 還記得其實變成binary是一個過程嘛 先做compile再做link 可是各位都有經驗 你一定都有打過指令是一次就把它變成binary 對不對 其實你在那個case你就可以想 前面的這個producer啊 是你的compiler 後面的這個consumer是你的linker 他其實output出來他就會去做linker 所以在程式跟程式之間也是透過類似的方式 一邊一直在output 另外一邊一直在把他 一邊在input資料 另外一邊一直在output去consume他 其實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那都是用這種類似 中間OS會提供這個circular buffer 然後去讓他們去做資料的傳遞 程式跟程式之間 其實是很常見的 那就是像這樣子類似的一個概念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這個message passing這邊 所以剛剛也提到了 message passing 主要就是它是用memory copy的方式 那什麼是message的passing呢 那message passing 其實它的目的跟share memory 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其實不只是包含了溝通這件事情而已 因為就像大家寄email是為了溝通 對不對 可是message passing 我們大家會介紹到 這個passing的這個function code 就是passing 你可以想見的 最基本的就是你會有一個send跟receive 然後裡面是你的message的buffer memory的buffer 一個message 那基本的 你們也很熟悉的就是一個function code 大家知道其實它是一個所謂的blocking code 對不對 就是說你cull下去 除非這件動作完成 不然它不會return 那message passing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必須要send跟receiver 都要cull這個function 對不對 個別cull自己的 對在一起 才能夠完成這個溝通 所以說如果今天這兩個function code 我們大家看到 這個基本的定義是它會block 所以就很像各位在打電話一樣 對不對 打電話另外一邊要接起電話 你們才可以開始對話 所以如果是必須要等到對方接起來的話 其實它還多含了一個概念在裡面 就是同步化 因為你現在就知道 對方在跟你講電話 對不對 之前他可能在做別的事情 睡覺等等 你把他抄起來 接起來電話 他就開始跟你講電話 所以 其實在程式的這個溝通上 有的時候也用message passing這個概念 去synchronize同步兩支 或是不同的這些程式 讓他確定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兩個人 開始要做某一件事情 那像這個synchronize這個動作 用share memory的這種溝通 是其實做不到的 就是溝通本身做不到synchronize 就像剛剛的問題 我們還要寫別的code 才能夠去解決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message passing 它為什麼其實是比較 雖然它比較 我們說它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memory copy 但它會比較好寫 因為它本身就包含了synchronization的功能在裡頭了 而且你的memory不會被別人給任意的覆蓋掉 所以你自己的memory裡面的variable的值 是自己可以完完全全來掌控 你不用怕別人對方寫了什麼樣的程式來影響你 對不對 所以說會比較容易做programming 那到了這個scale比較大 意思就是說你的溝通裡面的人是比較多的時候 大家也都會比較去向用message passing 因為比較容易debugging跟去想到底是怎麼運作等等 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注意到它不只是溝通 還有同步都在這裡頭了 這跟share memory也有一些不一樣 那實現mess passing的方式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基本上最基本就是same receive兩個 然後給它一個memory buffer 那提供這個function code的人 在我們這邊來講 就是說OS如果提供這樣的service的話 他這個system code 那他就會去負責去做memory copy等等的動作了 好 那所以你會需要一個這個message的這個system 來去實現這個same跟receive的這個動作 好 那 而不需要透過一個share的variable 那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 以整個電腦系統的角度來看的話 好 那你必須要做的就是 必須要建立一個link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same你要一個管道 對不對 就像same email是透過了http 或是透過了internet 對不對 甚至於可以說是在physical layer的話 是透過一些網路的網路線 對不對 所以either way 你其實從hardware到最上層 你必須要有一個link的存在 好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 你要去提供這個same跟receive的這個function code 所以才可以透過這個link 做資料的一個交換傳遞 好 所以這個link咧 如果我們再仔細稍微看一下的話 實際上你要把它拆成 所謂的physical layer跟logical layer 所謂physical的意思就是說 它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兩個程式之間 甚至於兩台電腦之間 建立的這個通道 所以像我們剛才說的 它是用network 還是用memory的bus 對不對 如果它在同一台電腦 我們也可以用message passing的方式 但那個就不需要透過網路線 對不對 我們知道就直接就motherboard上面的 memory bus的溝通就可以 所以其實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建立這個連線的 包括了 我也可以用share memory的方式 建立這個連線 如果我在同一台電腦 其實我就是 我其實是可以用 直接就memory copy 這個memory去指定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所謂的physical 就單純只是說 怎麼樣子可以讓對方 可以看到 收到這個memory的content這件事而已 那programmer 什麼叫logical呢 意思就是programmer care的事情 所以就是programmer去call 我們剛才看到的send跟receive 這兩個function call 它的定義的問題 那它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書本上提了蠻多的 就是這個link的特性 那我們就講比較重要的就好 所以幾個特性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是direct還是indirect 對不對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programmer 它如果建立了一個連線 就像我們說socket的話 意思就是你開一個socket的connection 對不對 那這個connection 它到底是有沒有方向性 對不對 是不是我只要建立了 那你就可以送給我 我也可以送給你 還是說它有方向性 那就是抱歉 如果我建立 我就只能是往單一方向 那我連到你 我可以送message給你 你不能送給我 那就是有方向性 所以你可以想見 connection的建立 你在logical的角度 你可以定義它是 有方向性或沒方向性 那再來就是這個 symmetrics and Symmetrics 對不對 所以就是兩邊傳輸的這個 裡面的內容跟管理的方式 它的角色是不是相對的 那這個就比較minor一點 最重要的是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花比較多時間 再介紹的是 blocking跟non-blocking 所以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通常是blocking 大家很熟悉的 function code的behavior 就是你call了之後 除非這個動作 它本來該做的這個行為 完全做完 它才會return 這個叫blocking 可是我們等一下會看見 這個message passing的function code 它也可以定義為non-blocking的一個溝通 也就是說你call下去 它可能就會立刻回傳 它並不會去等這個message 真的被對方收到 它就會立刻先回傳 這叫non-blocking 好 那後面還有很多 所以像這個 對不對 你去傳輸的時候 是真的是copy 還是說它也是送一個reference而已 然後之後它再慢慢去做copy 就是一些detail裡面 引致上去implement的方式 還有像是你的這個傳輸的message 它是規定是一個固定大小 還是說可以一個不同大小的 所以像是比較high level 你大概可以想像 比較high level 定義的一些message passing的function code 它通常會讓使用者比較彈性 所以你可以塞任意大小的 可是越走到越low level 因為效能越來越重要 你不同大小很難管理資源 所以它就會變成fix size的 所以像這個我們說的溝通 也是分很多層的 對不對 這個越下層的 可能越接近physical layer的 提供出來的message passing的這樣的服務 它可能就會限制成fix size 就像我們知道其實 大家如果對網路上面 稍微有點概念的話 知道最後到IP再下層 變成真的傳輸的package的時候 就是fix size 可是大家在寫網路程式 http那邊你看到一個 它塞一個body而已 對不對 這個溝通裡面的body 那這裡面有多少bystream是無所謂的 對不對 它的size就是任意的 所以也會有這樣的特性上的區分 但重點是只要跟programming有關的 programmer看到的那個behavior 我們就稱之為logical 那其實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對不對 send跟receive的存在 好 那我們就講比較重要的 剛才說的兩個 第一個到底是什麼是direct 什麼是indirect 他們管理上的差別就是什麼 那所謂的direct 你可以看見 就是我必須要指定 我這個溝通對方的人是誰 所以叫做direct 所以像我們打電話 我打給某人 我按的那個號碼就是那個人 所以這就是direct 所以你可以看見 他的send跟receive不意外 對不對 當你在call send的話 你就要去指定 對方那個人是誰 反正這就是一個p就是一個variable 或你可以說是一個token 只要能夠identify 對於這個message passing的系統而言 他知道那個人是誰就可以 那你必須要是一個unique的人 然後去送給這個message 那當然receiver端就是對過來了 所以他必須要指定sender是誰 所以q的send裡面要有p p的receive裡面要有q 這個就是所謂的direct 好 那如果是direct的話 你可以看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link的部分 因為你已經指定了 所以他知道你很明確 誰跟誰之間必須要有一個link 所以在提供這樣子 direct的communication的這些 functions的這種library 或者是服務的時候 他的link通常使用者 不需要再call別的function code 去建立 不需要再去什麼inite connection之類的 通常都不用 他通常就是自動就可以去把它建立起來 因為當你一call send 他就知道p跟q要建一個link 所以他就會幫你直接建 不是always 但是你可以看見 他可以這麼做 很多人就這麼做 可以方便簡化programming的effort 那最重要是這個 他一定是one to one 當然嘛 因為你了解他什麼叫direct的話 你就知道他是one to one的communication 所以說你可以講 他也是一個他的限制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沒辦法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做broadcast 或者說你要去對一整個group 要去做message的傳遞 用這個方式也都很不適合 因為他只能做到one to one 好 那這個當然這個 這也是啊 這只是general 就是link通常就是單項的 因為你說sender 誰是sender端 誰是receiver端 很清楚嘛 所以他通常會是一個 一個direct的link 不會是一個 這個bidirection的 通常他但沒有規定 好 所以這個很單純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像我們剛才的consumer 跟producer的話 他就是一個send 跟一個receive 那如果你看 如果我們今天用message passing 你再回去想 我們剛才講的 consumer跟producer 例子的implementation 是不是就變得非常非常單純了 我就寫兩行就好了 我就寫sender 我的下一個位置 receive 下一個位置 prinout結束 對不對 我完全不用再寫任何什麼while 假設這兩個都是我們剛才說的blocking 所以他send了之後 這邊一定要先call receive 這一行才會return 所以他其實就會卡在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這兩邊自然就被synchronize 而且他的synchronization是非常strong的 也就是一對一 這邊寫一個message 這邊output一個 這邊output完一個 這裡才能寫一個 對不對 所以是非常synchronous的兩支程式了 但是就非常容易寫剛剛的consumer 跟producer的這個solution 當然這solution其實並不是很好 如果你去想跟share memory 有時候太synchronous的缺點就是 就是那萬一這邊有很多人要寫 對不對 那再等他 會不會那個寫的 某個地方的memory buffer 他的source那邊就會爆掉 對不對 out of memory 就有可能 因為不可能等太久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也是有他的一個缺點 就是非常非常synchronous的兩支程式 有時候也不是我們使用者 programmer想要看到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想要完全synchronous 用message passing 是非常straightforward的 對不對 直接call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direct 那direct最大差 缺點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one to one 而且咧 他的對方這個人還不能夠替換 我a跟b講話 我說 我想要從 我要reuse原來這個channel 我想要變成a跟c講話 是做不到的 因為很明顯你看到我們 已經塞進去對方的id是誰了 所以說你如果今天call另外一個consumer的話 其實等於就是要再建立另外一個連線 所以當然會有他浪費時間 我們所謂的overhead的這些缺點 等於重新來過 所以說通常這個direct的話 就比較沒有modularity 意思就是說你這套就是等於是 我們通常叫做ad hoc 我都知道是誰我就跟你這樣子 你不能做任何的調整修改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one to one 他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看應用 所以如果你有那些需求 他就會不適合 那你不需要的話 他會是最簡單 最快速的一個實作的方式 好 那所以什麼是indirect咧 indirect咧 大家就想各位的email就好 所以如果direct叫做傳統的打電話的話 indirect大家就把它對到email 所以就是的確有一個mailbox 就像寄信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寄出去的時候 我們雖然上面會寫人 可是我們並不是直接寄到對方手上 對不對 其實這個東西咧 會被放到一個mailbox 一個這個另外一個system 他去管理的裡面 然後由那個人再決定 要把這封信 我這個message 傳給什麼人 好 好 好 那 所以說 他在溝通的時候 就會變成其實是我送一個message咧 我送的咧 並不是直接指定 尤其是indirect的話 我並不是直接指定說 對方的receiver是誰 我只是單純的把這個message 放到一個mailbox裡面 只是把它放到mailbox裡面 那要這個message的人咧 自己要去拿 所以說 這個message 其實如果我們說一樣有P跟Q的話 P只是把message放到A這個mailbox Q這個人自己去拿 所以其實Q這個人並不知道 這個拿到的message是從誰送過來 他也不認得P 他只是知道我要去那個mailbox那個號碼 對不對 那個位置去拿message 可是他不care sender是誰 那一樣sender也不用care receiver是誰 所以我們叫做indirect 所以其實他是透過了這個mailbox這個服務 另外一個你可以說像是一個port一樣 對不對 然後去做一個溝通 所以不知道對方是誰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indirect的意思 好 那 所以像這個case對不對 跟剛剛比的話 很明顯 像link 這個什麼是link 就是像A這個entity 對不對 這個mailbox 你一定要先建立 不建立 那PQ或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溝通 所以這就必須要programmer自己去建這個link 透過這個mailbox來做溝通 那他最主要的特色就是many to many 對不對 不難想像 因為你不知道是誰嗎 所以你事實上可以很多人 同時去那個mailbox拿message 甚至於當然我們大家也看見 你mailbox的管理的定義 也可以說一個message 他可以重複被不同的人讀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很像poster出來 然後大家都看得到一樣 所以有不同管理方式 但是 你重點是 你就可以support many to many 就是非常general的一個溝通方式 好 那這個不用講是maybe 所以當然反正這個link 誰是sender 誰是receiver 這個建立連線的時候 你可以想見 你可以有這些option的存在 那很重要一點是 這個ma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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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keep這個message 本身的這個人 他是一支程式 那這個程式通常不會是sender 也不是receiver 他是獨立在兩邊 因為他其實不知道 誰會是sender 誰是receiver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會有另外一個程式 用他自己的memory的空間 去再做這些message的管理 所以不意外 如果我們說 這是一個os提供的 這個mailbox的服務的話 那他當然 這個就是os要管理 所以就是os有一個process 他在負責提供mailbox的service 他用kernel的memory 去maintain這些information 那使用者只是說 需要的時候 他去把它copy出來 回到自己user program的memory space而已 所以通常會是第三個人在管理的 好 那 所以在mailbox的這個 當有很多人 同時在連到一個mailbox的時候 像direct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indirect就有可能 很多人同時 對不對 要去讀一個message 那這個時候 在邏輯上來講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 這個 保證 一個message 只能有一個receiver端的話 那你就會有所謂 同步化的問題了 因為你是indirect 所以說 所謂同步化意思就是說 到底是p還是c p2還是p3 可以拿到這個message 那supposedly 不應該兩個都拿到 對不對 那是只有一個message 應該只有一個人拿到而已 所以會有一些 這只是一個例子 就是 indirect communication的mailbox 它其實要address蠻多問題的 像這個case 因為有很多人同時 concurrent 去access的話 那它本身也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像譬如說 可能就是 一個link 最多就只能建立兩個 這個process 也就是一個是sender 一個receiver 所以說 你不能同時 在這個mailbox裡面 可能就只有一個p1跟p2 或p1跟p3 你不能同時有三個人 這是第一個solution 很爛的solution 因為這個等於就是 direct communication 對不對 programmer會以為 programmer看到是indirect 可是它因為這個限制 其實實際上它能支援的 溝通模式pattern 就是one to one 所以 只是把它簡化成圓圖圓圓 所以其實是沒有很大的意義的 不過這是一個solution 解決這個同步的問題的話 第二個 就是說 那我就可以限制 像我們交替器這樣 可以用locking的機制 我們就可以限制 同一時間內 你就只能有一個receiver 去call我mailbox的function code 就是call receive那個動作 怎麼做就是用locking 所以只要有人call了 除非那個人完成receive的動作 另外一個人是不能call的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你就不用擔心 永遠都只有一個人 在這個mailbox拿資料 不會有同時有兩個人的出現 就算link存在 可是它沒有辦法同時做receive的動作 那這個就是一個solution 就是用locking的方式來解決的 第三個勒 就是我的mailbox 不要去擋使用者 你們就可以同時call沒關係 但是我們的mailbox 它會知道 可以detect到 什麼時候會有兩個人同時 去receive這件事情 那如果它detect到的話 它就自己自動的 把其中一個人的receive的request 把它做一個delay 或者甚至就把它cancel reject掉 就是只允許一個人 那兩個人都說要receive的時候 然後我會用mailbox自己先決定好 然後告訴這個同意 可以讓它拿資料的那個人去notify它 叫它再去做這個receive的動作 所以變成兩個步驟 你先給我一個request 說你要receive message 那我mailbox決定好之後 我決定好這個message到底要給誰之後 我再送你一個notification的訊息 告訴你說你現在可以來拿了 你沒接到當然就很抱歉 不行 有點像各位加簽一樣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也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好 所以 這是所謂indirect 所以比較重點是 就是大家要能夠區分 direct跟indirect的差別 然後它使用上的時候 對不對 什麼時候你可以用direct的communication 什麼時候用indirect的 communication的function 會比較好 好 那 第二個咧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 blocking跟nonblocking的差別 那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send跟receive 這些function code 全部都可以說所謂的blocking跟nonblocking 那blocking通常會對應到的就是一個 同步化的溝通 synchronous的溝通 對不對 nonblocking 因為你不知道 對方到底是不是 現在就立刻收到我的訊息 所以 它又稱為所謂的nsynchronous 不同步的溝通 那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email 這就是一個 其實是nsynchronous的一個message的passing 那就是因為它是一個nonblocking 我寄出email 我就move on做我的事了 對不對 剩下的事情 hopefully 對方接到這個message 它也可能根本沒接到 大家常常看到message被drop的狀況 對不對 在nsynchronous nonblocking的情況下 就會遇到這些issue 所以它會比較複雜 但它通常會比較有效 因為你不用等 對不對 好 那 可以注意到 不管是send跟receive 它都可以有所謂的blocking跟nonblocking的version 那你在溝通的時候 這兩邊也不用 一定要對在一起 也就是說blocking send 可以對到一個nonblocking receive 這個 沒有說一定要 pairwise 兩個人都要blocking 或兩個都要nonblocking 在我們一般的這個溝通的服務提供的這種function code 來講 並不會限制programmer的這些組合 當然 以programming的logic的角度 blocking對blocking nonblocking對nonblocking 比較make sense 對不對 比較很多應用會比較符合 但其實沒有規定 那 再對到send跟receive的這個blocking nonblocking的差別 就是像剛才說 blocking的send 那就只是說 意思就是說 除非對方接受到 對方已經真的receive到這個message copy到他的userspace的memory的buffer裡面 之後 這個send的 sender端的這個function code 才可以return 那如果是nonblocking 就是我只要send出去 就像Gmail send 就結束 那就叫nonblocking的send 那receive的話 blocking也不難想像 你一定要拿到那個message 我才能夠return 因為畢竟是兩種不同程式 所以當然他們什麼時候會send 什麼時候會receive 這個你無法預測的 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就必須要等 那nonblocking receive 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去call了一個receive 我想要把這個memory的buffer 把它填成我要的message的content 可是因為是nonblocking 所以要注意到這個function code return之後 裡面你的memory的content 可能根本沒有被動到 因為對方還沒有call send 就在時間上的差異 如果對方先call沒問題 他會立刻return 而且裡面的值會是對的 可是如果對方沒call 那你看到值就是原來的值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真的完成那個動作 那所以通常的做法是這個function code 他通常裡面還會return一個token 那那個token你可以用來去check 剛剛那個receive的動作 到底有沒有真的receive到message 就是事後再去檢查的意思 所以就會變成拆成兩步驟 你要自己去處理它 這就是所謂的nonblocking receive 也可以存在 那其實用法就是 他會有一個token給你 讓你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收到message 好 那如果是blocking跟nonblocking的implementation 實作上我今天如果要提供一個沟通的服務的話 最簡單的大家可能可以想得到就是 既然他都要blocking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就從sender端的memory copy到receiver端 或者說等到兩邊都call了 我在做memory的copy就對了 所以我不需要 中間不需要任何的buffer 反正就只要copy兩次最多這樣就結束了 可是nonblocking到底怎麼做到的 對不對 nonblocking的話就代表說 有可能receiver在call receive之前 sender就call了好多的sender 對不對 然後sender一堆的message給你 可是receiver都還沒有ready好 那為什麼他就可以立刻return呢 原因就是代表 中間的這個服務這個mailbox 或是這個service provider 他其實在internally 就要去maintain一個buffer for這兩個人 所以當你去call send的時候 他其實是放到buffer裡面 所以只要buffer有空間沒有滿 就沒有關係 你可以繼續send 那receiver等到他好了 他call的時候 他再來看buffer裡面有沒有東西 同樣的如果sender沒有call 那receivercall了一個receive的話 他裡面是空的 他也沒差 他就是nonblocking的receive 他就是立刻return 然後裡面就沒有值 有值他就把它copy進去而已 所以重點是其實是透過一個buffer 來做當中間的這個人 去處理nonblocking的send跟receive 那其實我們剛才說blocking他不一定要buffer 但是通常的implementation也是有buffer 但buffer size就是1很簡單 所以如果今天buffer size是1 對不對 而且receiver如果看見這個buffer是空的 沒有我要的資料 他就把它擋住 然後擋到他裡面有資料 他再幫他處理 那就變成blocking了 所以其實實作上是很接近的 這兩個方式 所以你的buffer就有所謂的0 那通常就是blocking 或者只有1 那如果是bounded的話 就是這種有限制的 所以因為他bounded 所以會有狀況是 如果buffer滿了 那原來是nonblocking的call 就變成blocking 因為他不能掉你的message 所以一個選擇就是他會把它擋住 或者是他就returnerror out of memory 這種東西 對不對 那你就不准你再去call nonblocking的sender了 因為人家還來不及 滿了 那最後大家unbounded 所以就是你一直sender 那我就一直locate memory 直到整個系統都out of memory為止 不然我的buffer就一直漲 所以就會有這些不同的實作方式 那也就會對應到 怎麼樣去implement blocking 跟nonblocking的這個溝通機制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buffer的控制而已